斗罗最新241集正天放出 千道流线记 唐三独自一人前往星斗大森林 这集的五个细节你发现了吗 第一点 原著中金恶废除比比东教皇之位的地点在武魂城 并非像动漫一样在嘉陵关废除的 原著中金恶赶到嘉陵关救场之后 便护送比比东返回了武魂城养伤 比比东并没有看到唐浩登场的情节 还有在废除比比东的时候 其中一名供奉私下提出 不如趁比比东重伤 直接将他杀死 让千任雪坐上教皇之位 金恶思虑再三否决了这个提议 第二点是千道留在献祭的时候 留下了两道遗言 第一个是和动漫播出的一样 带领武魂帝国走向辉煌 第二个则是替自己击败唐晨 在生前自己没能超越唐晨 如今自己的后代成为了斗罗大陆万年来守卫成神者 自己虽死无悔 千任雪在后面这两件遗言都没完成 首先击败唐晨是不可能的 因为唐晨已经死在了海神岛 其次千任雪在最终的决战中输给了唐三 不仅武魂帝国覆灭 千道留牺牲生命换来的天使神威也不复存在 第三点 唐三独自前往星斗大森林时 是晚上和六怪悄悄离开的 因为他们在军中的影响力太大了 如果被士兵发现 肯定会影响军心 和六怪分别之后 六怪来到海边召唤魔魂大白沙族群 一起在海边等待唐三集合 第四点 原著中白晨香第二次没有去海神岛 动漫应该改编成为了白晨香一起前往 看来白晨香的等级应该要提升到魂盛甚至魂斗罗了 第五点 原著中并没有杨无敌讨要公道的剧情 原著中只提及了浩天宗和四唐闹矛盾 并没写出解决方法 动漫补齐了这些情节 虽然很拖时间 但他们的恩怨确实需要调和一下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